因為我們講過 Surface 2 其實頭髮的部分 你可以用 Surface 來做 會比較 快速而直覺 就是 Connect 加這裡 然後這樣子 好 用這個概念 用這個概念 然後 應該頭已經用過 已經知道我們之前講過的 利用 Surface 好 它實體模就會出現 可是我編輯的時候是線 我編輯的時候是線 所以這些線呢 我就有這些可以控制 備之腳點 好 但是這一種做法 要用這個操作方式 你要很熟悉 應該說 你要很習慣於使用 Bezer 使用這個 View 的控制方式 然後記得 萬一這個不在這個 你看 現在只能水平移動有沒有 按一下 F8 切換成 好 就要自己要會按 F8 切換 好 那要習慣於使用 View 的操作畫面 像這裡會抓到 X 軸嘛 所以就要按一下 F8 或者按一下 Shift Ctrl X 先暫時關掉 這個控制器 然後利用 View 的這個各個角度 好 這個空間概念要很好 才能夠使用這一種操作形態 但是好處就是 呃 它做起來就很漂亮 好 因為我只要 其實只要兩點 我就可以形成 S型的皺褶 好 三點就足夠形成頭髮的 那個 呃 就是起伏的畫面 好 那只是隨時間要把畫面切到 你正式的這個物件的角度 就是它的正上方 像這樣子調 或者是這個角度 這樣子調 那我這裡就已經可以得 直接在 這個頭髮的這個 下來的線條就會形成這樣 那這邊當然最後這裡 其實只要 Fuse 在一起 它就是尖的 好 就是 呃 就等於是我強制把它的點加在一起啦 它其實應該是 這樣子分開的 只是我強制把它弄在一起 好 那這裡 好 那這裡 看你要怎麼調 反折出來 整個 呃 Area Selection 因為很容易抓到張力棒 所以這時候我需要 整個移動的時候 然後 Area Selection 呃 什麼 這把它關掉 這樣 呃 又跑出來 好多根 好 因為那邊有很多個點疊在一起啦 所以這裡又是另一個要注意的是 你現在控制的到底是哪一條 要知道 好 那 啊 這好處就是我直接可以這樣子調整 又抓到 好 這樣子 好 那 實體以後 好 一片一片的頭髮可以透過 呃 然後 對 Area Selection 開起來 這個我要再把它拉開一點 好 那 如果要避免 這一個 我剛剛不是 我剛剛的操作是我按了一下鎖定 鎖住這個點 這樣我在畫面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移動它 就不會發生剛剛那個 呃 抓到handle的問題 那只是你如果要換點 就要再換 再按一下 截除鎖定 然後再鎖定 好 截除鎖定再鎖定 那我可以在 視窗上做這個操作 但是鎖定的時候就不能操作張力棒 好 那再鎖定 我可以把它調成比較符合 好 那如果你用這個方式 呃 你的髮型要怎麼卷都不是問題 唯一的問題在於這個 這個面數事後要人工降 好 它真實的面數大概 大概降成這樣夠用 好 這樣就很漂亮的結構 那所以所有的頭髮你都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好 那 為了比較好做幾件你可以先這樣子啦 就是 Cli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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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 好 先用這樣的方式然後 才使用這個 才使用這個 這個 好 那個打開 好 補子出來 那 那 這條線先刪掉 這條fuse之前這條線刪掉會比較好處理 好 那把最後末端 fuse起來 融接 融合起來 那這裡 那這裡 再做 那個 surface OK 又得到一片 雖然現在是方的 那 當然不是問題 所以你只要再回去改 背著 全部改背著好了 翻死了 OK 好 那我就會得到 一片 顏色都把它改一樣 顏色都把它改一樣 好 那這就是 使用點的 這種操作模式 鎖住 按f8 切換到 xy的 角度 然後解除鎖定 spacebar spacebar 解除鎖定 再鎖住 這樣比較好操作 啊